好 我们刚刚谈到这一个 复合词 禁不禁颠倒这一个复合词 那 ok 那 所以在 汉译本里面 因为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是此二生出凡 此二就是禁不禁的这两种颠倒 那 那 在音译本呢 他用这个 confusion about pasant and unpleasant 这个about 他比较是在表达一种关语 会有关于这样的一个 但是genitive也有关于这样的一个意思的用法 那大多数是那个locative 会用locative这样的一个格 就是 locative 它有一个意思就是 weeks reference to 或者是 类似的 因为我们这次作业有给大家这个意思 是吗 in the matter of 是吗 in the case of 是吗 in the matter 是吗 是吗 对了 locative 它有这几种 怎么样 in the case the in the matter 这个就是一种复合词 可以具有一种弹性 一个空间 就是它到底怎么样理解 所以一主事的一个 属格关系就是 静 静于不 静 的 颠倒 静于不静的颠倒 这个的就是 有没有 国王的大臣 有没有 那个属于 这个静跟不静的颠倒 这种颠倒是属于静跟不静的类别 可以吗 明白这个道理吗 如果这个是所谓的 属格的理解 属格关系的理解 属格关系的理解 那从格关系呢 那从格关系呢 因 是这样子 尤其是 偶有的颠倒 这就是复合词的一个解析了 反正它都要修饰后面的颠倒 是说 它是什麽样的一个关系 因为近不近颠倒 近不近的 因为是吗 从 生的 天啊 这个是从隔关系 那如果是触隔关系呢 触隔关系它就是 这边所提供的一种理解 就是 现在触隔关系 关于近 与不近的颠倒 这个是 locate 其实它的差别不是很大 其实重格会比较大一点 可以吗 表示这颠导是有一种因果关系的 来 请说 因为为什么删掉 这样比较顺 因为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近不近 而有的颠倒 这个会表达一个因果关系 那其他的这一个 这个就是类别 颠导它就是有近的类别 跟不近的类别 它比较是一种特质的一种 属性的一种说明 这个就会有一种 颠导是从近身跟不近身 它又有一种因果关系 可以吗 这个国家法是明白吗 可以了 这样就明白了 非常好 那关于近与不近就是 这关于是什么概念 是跟近与不近有关系的一种颠导 它是一种比较 一种 也是类别的 也是类别 就是这种颠导 是与什么有关的 可以吗 还有什么歌 伴随 是静与不近的颠导 巨歌 是 是 这个就是符合词有趣的地方 因为你一个 与时可以做不同关系的一种 拆解 这个是合法的 就是按照文法 就是 就是有这种种种关系的存在 这不是那边胡搞瞎搞 这真的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要回到 这个我们的佛典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用法 诗篇分析 大家可以任意的组合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佛典 来验证 这样会比较有意义 而不是凭我们喜欢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传统的一种理解方式 那就是你只要能够找到依据 你这样就可以了 明白吗 好 所以这个就是 关于静不静颠倒 月称论师他把它拆复成相为式 那其他的这一个 译本呢 在 在《显长法师》先前的作业里面有谈到 在叶绍勇的那一本中论的书里面说呢 十三种烦恼是由思维分别而生 这些烦恼是以静而不静 是颠倒为原而起 这是无为论 无为论有仗义 因此烦恼是有的 所以 这一个寄宋在无为论认为是 论敌的一个主张 论敌 他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 论敌就是跟中论论主相抵对的叫论敌 对 论主跟论敌不是吗 上中观没有用过这个语词吗 论敌就是跟他相针锋相对的 他有可能是部派的 有可能是外道的 有可能是点点点 好 所以这一个寄宋 波尔登论注释大致同上 波尔登论是轻辩 汉译本好像也有 他有藏译本 但汉译本的译文不是很理想 据说 据说就是跟藏译本一对很多 或是他里面很多逻辑不是太清楚 或是他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有些学者讲的 明居论却有不同理解 大义为 对方主张烦恼有体相续之因 有烦恼就有体相续 有体相续 有体就是一种自性的一种单位概念 有体存在的一种 有就是存在 有体相续的一种 是有体相续的一种存在的 烦恼就是有有体相续 对此论主回应烦恼不实在 因为他们是一一远而起的 所以明居论把这个积重当做是论主的主张 那其他的注释书认为是论敌的一种主张 那这样后面整个理解就会很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注释 就是一不论没有自己的注释的时候 会引起的一种情况 大家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好 所以另外呢 对于禁锢经颠倒这个复合词呢 明居之外诸家都分析为 禁之颠倒与不禁之颠倒 两个成分 只有明居论理解为 禁不禁 只有明居论理解为 禁不禁颠倒三者 并且指出禁有贪 有禁生贪又不禁生辰 有颠倒生辞 这也蛮合理的 就是你知道他是禁的你就会起贪爱 知道他是不善的不禁的就会起嗔恨 那你把 就是颠倒 颠倒就是把禁的看成不禁 不禁的看成禁 那他会生吃吗 还是会有反应的 所以 反正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 但是导师是依据的是 清牧师 那因为他后面还有一句 刚刚我看到第六颂 因为他说从二 他在讲 其实禁不禁颠倒也是从远生的 是吗 我们再看一下第六颂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刚刚我们引了第六颂 在哪里呢 禁不禁颠倒都无自信 无自信是什么 缘起的 从重远而生的 所以看来他是要破禁 他也 有一部分就是 在这边他是破禁跟不禁颠倒的一个实有性 所以说禁不禁颠倒从租源而生 跟这一个是可以配的 导致他后面就做这样的一个理解 因为为什么 前面说从租源而生 就是说他没有自信 就是 汉衣本不一定是错的 他本身有内部的逻辑 自己 禁不禁颠倒从租源而生 是吗 我们的汉衣是长什么样子 汉衣没有出 看一下 这一个 所以漢毅本身导师认为 他真的是把他理解为 这个 禁不禁颠倒 是从众原而生 虽然跟我们的范本不一致 懂我意思吗 所以现在大家学习梵文佛典 就是一直都在给大家灌输一个概念 就是梵本是提供我们理解漢毅本的一个角度 懂意思吗 那它很可能跟漢毅本的理本是不同的 当不同的时候就是 有两种不同的传承的理解 就这样子 就不要用 范本其实是这个意思 这个汉译本是错的 尽量不要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维 那这个比较健康一点 那因为我们不是要 要以这一种学术作为这个正命 因为你这样子讲是有卖点的 就是怎么讲 有大家觉得 发现一个新的什么 天大的消息这样子 你这样子写 是有卖点 那当然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地位 生命 比较多学校愿意请的 那我们不需要我们 是为要修行 我们要理解佛典 然后我们也知道佛典的传承 他会有传承 会开始产生意解 意读 不同的解读 或者是 意诵 不同的一个诵文 是吗 这个立衡在处理 佛典应该有遇到这一个 意诵这个语词吗 有吗 有意诵言 懂意思吗 就是 有一些传承 他不是这么说 他是有不太一样的 文字内容 意诵 就是一种诵就是传诵的诵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 角度来理解 我们就 不要说依着范围 然后去评论汉译本 那假设他底本就不一样 对不对 那其实也 也没什么好批评 就是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导师是认为 静不静颠倒从重原生 可以吗 这导师说 六根取六镜 不能正确的体认境界的真相 内心就生起种种的意念妄想 这意念妄想就是分别 意念妄想的内涵就是分别他这样分别 他那样 可以吗 所以 能不能跟对境的时候 会先生起一种 一个层次的错误 可以吗 一个层次的错误 然后呢 导师说这就是偏激止性 其实 唯士也讲到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的认识 都是偏激止性 因为我们都认为 法是存在于心之外的 不是心所显的 是吗 若心所显才是一塌其 认为是心以外就是偏激止 明白这个道理吗 因为妄想分别所以就从意想分别走 升起什么 贪嗔痴 所以这个是从跟进相对这种认识的 的一个角度来说 这个分别是贪嗔痴的因 要不然 基本上贪嗔痴是三毒 三不三根 它是所有烦恼的一个因 不是说吃就是无名 无名就是一切的这一种 这一种存在的因 蛇之缘起的最根源的 然后是不断的这样子循环 就是这一个货业产生苦 在苦当中又迷惑了 不正思维又迷惑 又造业又产生苦 就这样一直滚一直滚 这基本上主要的一个根源 在讲货业苦的时候 货烦恼就是根源的嘛 但是这边又跟你讲 还有一个因 就是分别 因为烦恼为什么会活动 平常我们不一定会活动 这边在讲 烦恼为什么会开始活动 不正思维 不如理思维 或是旺分别 意念旺想 清静静其叹 不静静其慧 导师这边又有一个 静不静中庸 静其痴 反正 就是这种颠倒都是跟静不静有关的 所以locative会比较好 有时候跟静有时候跟不静有时候跟两个相关的 会不会好一点 就不会说属于静的颠倒属于不静的颠倒 但是后面又有二颠倒 但是你要配合三个烦恼 所以需要有这种 中庸静 不属于静 也不是很强的那种 静或是不静的静就会齐吃了 可见静不静颠倒皆从 众原生 所以这个就有点硬了 因此 前面应该是说 贪嗔是由因缘而起的 但是这边又 又说 OK 静不静颠倒 静起贪不静起 静不静的颠倒就是贪嗔痴这样的情况 是从众原 所以导师这边的颠倒好像又 把它理解为 对于静所起的三种烦恼 是吗 这三种烦恼是依着不同的静而起 所以是从 因缘而有的 重缘而有的 清明论是说 以意想分别 分别静不静 由静不静 颠倒的种种所缘 就生起贪嗔痴吃懒 那淡外人说 如果在确认有此因有此果 成立贪慰吃烦恼的实在性 以为不能向信空者所说 一切是信空假明的 也就是 这什么意思 这一算是外人 是打约吗 OK 好 所以导师这边的这个 静不静颠倒 就是只有两类 静跟不静 还有就是静跟不静都不清楚的 的重用 但是 类别就只有两种静跟不静 就是静跟不静的组合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这边有什么问题 简单老师 这两种点 是吧 所以今天不静颠倒 是有依据的 那卫生论师 他就要找他的依据了 我看后面他怎么讲 好 再来 还有一句嘛 应该是谁 有依据的结详 你讲过了吗 那就是 对对对 对你太好 也会害了你 好来 这一句 这一句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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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要分开嘛 来来处合词先猜一猜 跟大家说一说 是也要分开 但是 但是 但这个tout又不能分了 这个要分开 这个sadharana sadharana karana 是吗 这个是复合词 这还有没有 还有吗 这个是locative 这个是locative 对不对 food party 可以吗 是吗 好来 怎么理解主持是谁 等一下好了 来 独卫法师 念一下 这句sangkhapa 没有 那是我们专门请来念 来 sangkhapa situ sangraya nam hati sattamra nam kharana kharana k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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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sangkh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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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ngkhapa 这个是一个字吗? sadharana 是吗? 是一个字吗? sadharana 现在老师你查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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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其实结构是这样子 可以吗? 你们还没解开 是什么共同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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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共同的因 是什么共同的因 跟一些particle的一个搭配使用 那如果从文脉来看的话 它前面是讲什么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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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土再加上阿比 阿比加土 但是这边要怎么理解 就是三个都是依着贪嗔痴是依着静 分别意于静不静跟颠倒而生 是吗 所以静不静颠倒其实就是 这个分别 按照这个逻辑来看 前面说 贪嗔痴是从分别而生 对不对 那下面就是说 贪嗔痴是依依个别 依于什么而生 静不静颠倒 也就是这个分别的内容 就是静不静还有颠倒 不是静于不静的颠倒 可以吗 分别就是这些内容 它的内涵 并且是吗 并且是吗 那这个乌趴套呢 就生 来说 大家可以这样子来理解 我们就把它用分别了 你们就把它用分别了 我们就把它用分别了 他会不会但是呢 因为他是一一的 甚至烦恼是一一的 从不同的 源于不同的对象而起 这边应该是但是会不会比较好 但是 分别是此三的共同之一 前面是分别 一分别 但是这一虽然静与不静 他都是属于 忘分别而起的 是吗 就忘分别的一个 结果啦 忘分别的结果 所以有静跟不静 然后静不静 对他错误的 好像又有点怪怪的 但是就前面是一一的缘 这边是共同的一印 他用一个转折语气是比较好的 是吗 但是呢 shikashi 是吗 你有修日文吗 没有啊 shikashi 所以他 他的这个句子就 大概是 but 这个分别就是 我们新的一个force 就是 conception conception is 供音 这个 comma 这个 comma comma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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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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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源,origin起源 所以这个locative 基本上可以这样来 就是origin,因为有locative 所以它扮演这个角色 关于生的这件事 它分别是这三个烦恼的因 共同的因 可以吗? 好,有没有 这个读阿比 阿比要怎么理解 接下来 阿比 mover mover 是吗? 或者是osu osu osu so osu i 是吗? osu 我们在这边分别 分别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从某方面来说的一种共同之音 这种共同的音是 就生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 可以这样子来理解 这是 in terms of in terms of 意识 都是 阿比 可以了 还有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要举气经了 就是云和 摩哈 三喀哈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痴 是从分别而起呢 特别是这个痴 一般是 它跟吴敏是同一语 懂意思吗 大概意识到说 吴敏在十字缘起 它是最前面的嘛 那怎么它还有一个移音呢 可以吗 那这个其实导师从之道也引了 在讲这一个 这一个 苦因于或业 有没有 业或有分别 这要倒过来 顶真格 苦因于或业 业或有分别 分别由细论 细论依空灭 苦因于或业 或业有分别 一般或业苦就是整个 这一个 就一个是 苦跟挤这些二地嘛 或是 特别是或是挤 对不对 对不对 怎么还会有分别呢 那请拿出证据来 那后面 阿弥迪阿 这边就用阿弥迪阿 无名 要不要现场来解一下 这是下星期的一个 的一个作业 这边就是引气经了 那气经到哪里 它这边有没有一滴 有一滴 有一滴 对 一滴 阿弥迪阿 撒 可能这边它带意识到就是说шее 货业还有一个因 那是什么回事呢 阿罕经没这么讲 他说有 他拿出证据 这边 这整个到这个head to 一底 就是阿罕经的引文 阿罕经的引文 那我们刚好可以读一下 片段的阿罕经 我们来试试看 好那刚好这十七年也到 今天就到这边 那是什么样 巴瓦体 对啊就是阿斯底或巴瓦体 这个通常都是 这个叫名词句 不会有那个阿斯底或巴瓦体在里面 他就两个阻隔配吗 两个阻隔 所以这两个阻隔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是隔位一样 但是性别不同 树是相同的 但是在文法书里面 他说树也可以不同 有吗 有吗 这个Sankhapas 他是阳性单数 对不对 阻隔 那这个Karanam 是中性 是吗 大家有注意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A is B 大家两个不用同性的 大多数会同数 那格一定是一样 才可以对等 两个主词这样 可以吗 利恒以为是业格 你以为是业格 没有 你以为是什么 你也不晓得是什么 国产法师以为是什么 Sankhapas 一定要组隔 因为他要跟Sankhapas 对等 对不对 可以吗 对他组隔业格是长一样 中性的 所以现在大家慢慢慢慢要知道 去判断中性的与词是最困扰的 因为他主业格长一样 那按照这个文法 文脉 他的文法属性是主隔 因为他跟Sankhapas要对等 懂意思吗 好 好 那我们还有问题吗 晨熙法师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下课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这边 谢谢老师